本节目由一辈叙独家冠名赞助 今天又到了我们一周一次新鲜出炉的风尚蜡评 今天的蜡评很特别 因为除了本周最辣的风尚事件榜之外 还有两位神秘嘉宾空讲大藤他们进去的力贤 那我在这里可以透露的一点是呢 他们是一位美女加上一位帅哥 能知道他们是谁吗 那他们的力贤又是什么呢 赶快收看今天的风尚蜡评 欢迎来到本期的一辈去时尚风云榜 我们的特别节目风尚蜡评 刚刚我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今天有两位神秘嘉宾空讲 所以我们的演播显得特别热闹 那我现在就请他们做个做介绍吧 本周风尚蜡评的开访嘉宾 是刚刚参加完2005攀登起资风西藏公益情活动的谢娜和胡歌 这次集合曾宝宜 孙楠 张佩玲 高原院等明星的 攀登西藏起资风活动一直备受媒体关注 而谢娜和胡歌在照例开访的同时 又会带来什么样的主家花絮呢 有个空降的声音吗 我觉得其实也不是很神秘 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戴着面罩戴着墨镜之类的 对 神秘 空降是因为我们刚刚从起资风下来 对 对 对 这个大家好 我们这个是来自西藏的组合 这个胡歌和谢娜 大家好 我是娜娜 她是胡歌 那娜娜为什么会没有登上起资风呢 因为因为我一直就是想望上灯 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因为必须第二天得赶到湖南去 所以就从那个 哎好 各着地了 我往我边坐 好像在那个拉桑的时候 李爱还给你拍了一段NV是吧 对 在我们到大本营的时候 然后大家都觉得 说这个时候应该安静 因为第二天就要去拉脸 然后要往上爬了 然后要往上爬了 就这个人也安静 我说 我太有心力了 因为我觉得我年轻嘛 我比较幼稚 然后我说我太有心力了 然后我们就到那个 到大本营旁边有一个山 我们到山上 我们说我们来拍MV吧 然后李爱说好吧 他就拿出他的那个傻瓜摄影机 一开始一二三 我穿的特别多 还有眼镜什么的 一二三 那就当这儿了 你先吧 哎哎哎 拍了一整个MV 拍完以后回来玩杀手 玩杀手 第二天早上就起了 好了 好了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本周的风尚事件盲 第五名到第三名的情况 那那个现在超级女生呢 八奖已经定了 你们两个有没有关注过 看好谁 那那个戴眼镜的 长得有点像机器猫 周比 很可爱的那个 我刚刚也听到 就是我们的化妆师在聊 说他就是现在人气很高 很高 周比唱说李雨春 对 然后就是另外一个是像男孩子一样 对 长得特别高 我觉得这个人感觉有点像姚冰 只不过在他们一帮人中间觉得特别高 我跟他们接触了 因为李雨春和周比唱我们也接触了 还有昨天我们也一起做了那个 大营的演唱会 嗯 八个新出来的女生嘛 我都见了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个人有个人的特点 那呢 我知道你在西藏也学会了很多的这个 这个 音歌是不是 哦是是是 她在这个 她在这个拉大这个音乐会上已经 已经唱了好多首歌了 对 能不能跟我们秀一下 西藏啊 嗯 西藏是要唱 是吧 对啊 我们当然要听原居原味 好了 你就别卖弄吧 就会就唱吧 哦 不跳 跳一下吧 跳一下吧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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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就是说有一个就是在很久以前有个叫希娜的女孩长得特别的美丽 美丽 而且她到了西藏也没有高原反应从来不西洋 我们还是借着音乐的话题来聊 那刚刚呢 CCTV MTV这个音乐是你刚刚举办过 其中呢可能明星的这些穿着是最受大家关注的 因为特别看好就是说觉得哪位明星的穿着打扮留给你的印象最深 刚才我们就看了一小段 然后我们觉得那个雨泉的衣服好像还蛮有特色的 对因为那个雨泛那条裤子我觉得真是蛮兴眼球的 我喜欢我喜欢雨泛的裤子也喜欢海泉的衣服裤子都喜欢 我觉得雨泛和海泉每次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造型都挺好看的 那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你买的新鲜的小东西 呃这个是一串啊那个牛骨的佛珠 这个是在那个 牦牛骨是不是 呃应该是牦牛骨吧 在那个大招寺 球的 球的 对对对 这个 这个应该可以缠在手上 对缠在手上应该可以 对这样 这个 这个 其实我 我其实我 这个好美 其实我买 那送给你吧 哦 其实我买东西都不知道 哦 这个是放在腰上的应该知道 其实也可以也随便 如果你脖子够粗也可以戴的那个 脖子够粗 你觉得谁的脖子够粗 诶还不错 这个是哎呀就是戴的腰上很漂亮的 嗯 还不错蛮漂亮的 好美的 看 今天其实我们是特意请福哥把这些猪脸带过来那样跳的 然后 还有 这就是 这两个蛮漂亮的 好美 小的小的挂件 小的上面那种 对小的挂件 好 好 那看了这么多这些很漂亮的事物之后呢 我们接着来揭晓我们本周的风向视频 马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那这一周这个气垫的宣传公式如何如荼 我知道胡哥去看了 对 我今天为了上你们这个节目 昨天做了很多工作 昨天晚上看超级女生 昨天 昨天下午又去看了这个气垫的这个夏天上的电影 对 有很多消息说说这个气垫的手印反应好像不是特别好 因为如果改变他以前那种很唯美的风格 他改变了吗 他现在改成什么样 就是他这次气垫的人物造型 因为你看之前他的都是属于那种人物 像青春 对 特别漂亮特别唯美 然后这次他里面人物形象都是有点 就是那种 风尘仆仆 然后衣衫褶的那种特别狭特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人物的他的感觉唯美 或者说是风尘古古 一山蓝褶的感觉 我觉得是要跟那个环境 就是跟那个电影他所营造的那种气氛要融合 但我觉得这个人物造型我觉得还是成功的 因为他在这个天山那里他那个跟这个人物的感觉跟这整个环境我觉得是搭的 那我们先来继续往下来揭晓我们本周风尚事件榜的第一名 本周世界榜第一名 2015攀登起自封及七藏工艺型 风尚指标热心工艺挑战自我 这周闹得最大的风尚事件莫过于2005攀登起自封及七藏工艺型活动了 在张朝阳的带队下 谢娜、孙楠、胡歌、高媛媛、江培林等人走成的 搜狗梅女野兽登山队远离城市 按照基地形成攀登起自封 登山运动自然现在受到很多人的推崇 但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让人杂舌 明星明在这次七藏登山活动中 开始还各个兴致高昂 不过高昂反应还是使他们尝尽了登山的苦辣酸甜 孙楠、借娜因为太过兴奋 体力透支而提前退出活动 而曾宝一也因为身体不适始终和眼泪相伴 当时平时并不惹眼的高媛媛 胡歌因为掌握着登山的技巧 最终取得最后的胜利 好了 刚才我们聊了很多这个关于西藏型的趣事 没有什么特别艰苦的 哎呦 肯定有了 是一把眼泪啊 我呢 因为属于轰轰乱跳的 当我冲到ABC营地的时候 因为从我们大本营到ABC营地 应该是要走 照理说路程是应该六个小时的 但是我们总体到最后一个上去的 只用了大概就是五个小时 你们怎么上去的 没有五个小时 但是我只用了三个半小时 那是一路跳上去的 你知道吗 是 因为有一个就是西藏的人在前面带着我们 那那个世界小型马利亚呢 她是秘鲁的铁人三项 你知道吗 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 秘鲁的铁人三项 就紧跟在她后面 然后我呢 我想 我凭什么输给你啊 输给你铁人三项 你铁人三项 再加上你们蜜鹿牛肉多 我不吃牛肉 那我也不能输给你啊 然后她就往上去 我说我就 就得塞着她 不能给中国人丢脸 虽然我腿比她短啊 她卖一部 我卖好几部 就一直跟着她 最后我们三个人 我们是第一个冲上ABC营地 第一个冲上ABC营地 落下了孙楠他们第二部队 一个多小时 一个多小时啊 爬山落下一个多小时 我就终于到 到了那个地方以后 我特别高兴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在那等他们 坐在那个石头上 我们到那个地方 全部都是雪 不知道你们去的是什么 有有有 全部都是雪 那就坐在那个石头上 雪旁边就是帐篷 什么都没有 我就坐在那等他们 他们上来的时候 我身上的汗 因为爬得快嘛 身上出好的汗 身上汗已经有些都冰了 然后我自己不知道 我还采访 哎呦不难啊 采访完了以后 我就蹦蹦倒下了 所以我体力耗尽 把我脱到那个帐篷里面 然后把我里面的衣服全部换了 是我们队长是女的嘛 他把他的里面的衣服给我 重新换了 把我里面的衣服扔了 然后他还不忘告诉我 走的时候还给他的衣服 然后给我穿上 穿上以后我就给我 我就一直抖一直抖 然后睡袋给我裹上 一直抖一直抖 然后就给我吸氧 后来早上两点钟 早上两点钟的时候 我就起床了 因为我睡不着了 那个高原反应很厉害 挺厉害 因为我精力用的太多了 那胡歌 胡歌有没有就是比较 我觉得最难的应该是 从ABC到起 其实我觉得没有说 特别特别苦的某一件事情 我觉得就是 登山的整个的一个过程 就是苦在其中 但是我们都是 每个人都是在苦中作乐 其实我觉得登山它苦 艰苦艰难 这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如果缺少了艰苦和艰难 这一部分的话 我觉得就没有登山的乐趣 也失去了登山的意义了 因为我觉得登山的意义 就在于你去享受这个过程 在过程中你会经历很多 你会有遇到挫折 你会有遇到想放弃的时候 但是只要你坚持下来了 你登到顶峰的那一刻 就是你最高兴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经验或者建议 给这些喜欢登山的朋友呢 我觉得 还有正面教材 我反面教材 对 我刚想说 其实现代是一个最好的 反面教材 就是去了 去了高原以后 千万不要太兴奋 太兴奋 千万不要太兴奋 你做什么事情 都要放慢频率 放慢速度 保持体力 对 其实是因为 在高原的地方 它空气中的含氧量比较低 所以你平时就是要 尽量的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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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果再去的话 下次我攀珠峰的时候 我就有经验了 珠峰就是珠穆朗马峰 就一定要慢慢走 好了 下一次我带你去啊 好 那谢谢两位到我们的节目中 来跟我们聊了这么多 关于西藏的一些有意思的 或者是要辛苦的经历 也谢谢你跟我分享了 这么多的快乐 那希望你们经常到我们的 好 谢谢 好了 聊完了今天的风向事件榜 就会有更精彩的网络 正流行榜单 等待大家千万别错过哦